你只想知道为什么 你只想去了解 这个景气对策性化 它到底包含了什么东西 它为什么有这个功能 什么诸如此类 剑巴拉在书里面 会做一个简单的交代 但是为什么只是简单的交代 因为对于多数的投资人来讲 包括我在讲座 跟很多的学员的分享 一个最核心的观念 当时上课我形同跳江 我一直不断反复在讲一句话 就是投资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赚钱 投资不是在增长你的数量 也不是在提高你的金融涵养 更不是在比说谁比较认真 谁比较树叶肥蟹 我研究8小时 绝对会输一个研究16个小时的人 投资不是在比这个 投资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获利 那剑巴拉分享给各位的 就是一个投资获利的 一个稳健的方式 包括我自己在那里 跟很多这么多年来的 一些朋友的分享 我们的方法就是用这样子方式去做 那至于是说 大家去研究说 你是用什么方式去研究出来 或者是说那锦区对待 29分代表什么意义 那29跟31又有什么不一样 像这些东西就比较属于 无关投资获利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内容来讲 当然有兴趣 我们会另外再找时间再去聊 但是我相信对于剑巴拉 以及对多数的投资人来讲 赚钱才是真的 投资获利才是真的 能够在去年12月20几号出厂 能够在最近这两个礼拜 可以每天躺在家里面 看电视也好 打小孩也好 都完全不对 这个行情一点都没感觉 这是大家喜欢的一种 追求的一种方式 那只是刚刚好 总体经济包含所谓的M1B也好 或者是锦区对策讯号也好 还有其他东西 其实有很多的东西 都可以提供给各位 做这样子的一个参考的佐证 所以说今天其实 简单来讲其实只有一句话 锦区对策讯号突破 并包含29分以上 你的多单请出来 台股的多单请出来 为什么各位 你自己去研究学术上的东西 在剑巴拉的剖文书里面 我们都不会讨论这种东西 只是给各位做这样的认知 所以说再回过头来再看 我们现在我们即将要推的这本书 跟各位以往在书局也好 或者说在一般的财经媒体 所看他的书 最大的不同就是 在里面当然免不了 剑巴拉还是会把 这些所谓的总体经济指标的一些火新闻的版本 我一定会放上去 那一定会放上去 是为了要凸显 剑巴拉用地球化去解释它 会让各位知道说原来火新闻的本义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用地球化去解释这些东西 也并不是代表说你今天解释完了 你懂得怎么去解释这些经济指标 就代表你会用它赚到钱 因为每一个的用法会有它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美感 那剑巴拉只是已经把它归纳整理来这么多年 有的指标已经用超过十年了 像景气对策讯号已经用 大概是用最久的一个 我第一次用景气对策讯号开始做投资的时间点 我前两天才去查我以前的资料是1995年 那已经是最早 大概是所有的总经东西它是最早用的了 那其他的东西来讲都是陆陆续续在把它 加入到我们的投资的一个方法跟准则 所以说我想这些东西或许对于很多投资人来讲的话 还是很习惯的去追求每天每周 或者是说对于所谓的股市的高低点这样子的转折 有比较强烈的兴趣 那当然在这本书里面来讲比较不会提到 因为我比较先分享给投资网友大大的是 我希望各位先习惯投资获利 先把这个投资获利养成习惯 习惯之后你才可以有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这些事情 不过我们可能可以建议就是追求每天获利那些投资朋友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资金配置来尝试这样子的操作 然后让自己的操作也不见得是只有每天的进出 也有这样子用经济对策讯号或者是总体经济指标来操作方式 然后可以感受一下它那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如果说应该是讲 投资人其实从开始进入投资市场这一块 你所接触到的投资的方法跟工具都非常的多种 那到底哪个有效哪个没效 其实回归到最初中就是有些适合你有些不适合你 并不是说你用了没效就代表它真的没有效 只不过它很不适合你那今天建把它介绍了这个总体经济投资方法 那各位如果说要用那一个使用的方式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各位因为总体经济它所提供的是一种波段的行情 那波段的行情来讲的话相对的你的投资的比例跟你的 那个你的部位比重会相对大一点 那你自己原本所使用的方式不管是基本面也好 或者是技术面也好 或许它比较去追求所谓的高低点的转折 或者是股市短线的一些多空的方向 那个如果说你已经有原本这个方法可以让你投资获利 你当然没有必要去舍弃它 请各位相信一点 不管在台湾还是全世界 不可能也不会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投资赚到钱 今天健保那只是share一个方法给各位 但是你原来的方法本来就可以让你赚到钱 你只是学到了多一个方法 然后在资金的配置上来讲 或许波段的布局你当然可以放大一点的比重 那相对短线的那种所谓需要非常灵敏的 这种操作的一种方式 那你的比重可能稍微小一点点 那这样子情况之下来讲 甚至来讲的话你可以用测试的方式 不知道先把它讲的这个到底好不好 像之前讲小冬瓜小西瓜 或是各式各样东西 你不知道好不好 你可以试你买一张也好 你买一张去玩玩 然后发现好像还蛮适合你的 那你自然就你要很高兴说 我又学到多一个 不是唯一一个请记得是 多一个可以让我投资获利的方法 那当然如果是说你有五种或是六种八种 那当然对你来讲都是好事 但基本上你只要有一种可以让你稳定获利的 你应该先觉得觉得还不错 蛮高兴的 其他的当然就是越多会越好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我建议投资朋友如果说有短线每天在操作这个中长线的这个波段的这个可能要另外开一个户啦 不然我这边操作一下钱不够了那个长线就卖掉了一下子就一下子原本想说买进去要放个半年的结果可能两天就卖掉了结果这种可能性 有时候开两个户到最后都是中长线的被拿出来拿来玩短线 全部都拿过去可是你放在同一个户头更糟啊 你随时一卖就没了啊 看投资人的心态 如果克制而住的话同一个户头也没关系 要不然就是说你的中长期波段的投资部位就放到你太太那边 然后短线的人就放在你自己手上去操作 换一个人放到另外一个人身上也不错 但是就请记得在过程中对太太好一点 因为万一不小心太太的波段投资获利远远比你还好的时候 然后你又还对他不好 但是整个财富都是累积在他的账户的时候 那整个情势就会完全不一样 是是地位就会有差 所以建议各位在资产配置的时候请考虑一下夫妻的情感 是是是好 那我们今天王大哥要跟我们讲解了这几次对策讯号的一个操作方式 简单的刚刚大概就已经跟投资朋友说了 那我想更详细的说明都在书或者是王大哥的文章里面 那我们今天要出一个题目 就是说前两位呢 把这个题目这个答案呢 传给聚才小记者 用聚才网上用传悄悄话的方式 传话的方式给聚才小记者 那节目播出当天就是2月1号传进来的前两位呢 我们就送基金骗局一场梦 那记得写上您的这个大名电话跟寄送的地址 那这样我们就会把书寄过去 那我们请 是不是请王大哥来跟我们说今天的题目是 今天的题目就是最新的景气对策讯号指标是几分 几分 几分 各位可能都可以看得到 在荧幕上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对对对对 如果刚刚没有看到的话赶快再回去看 或者直接到经济会的网站就看得到 这已经是所有的指标最容易查到的了 对对对因为在首页上 对在首页你就可以查得到 蛮不容易把它放在首页上 所以自由指标会放在首页上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王大哥 那我们下次看到他的时候呢 各位观众看到王大哥的时候就已经是过完年后了 我相信到时候又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局势出来 那我相信王大哥又会再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总体经济 因为至少一个月后又有新的经济指标 指标各种数据都公布了 那到时候会有新的看法提供给我们 好非常感谢各位网友今天的收看 也谢谢王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